我们在上个单元提到了BJT放大器的基本主态 其实我们知道基本主态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算这个放大器里面的某些参数 到底是要算哪些参数呢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再回到说 放大器的它的一些数学模型长什么样子 你就才知道说为什么它要去算那些参数 我们先看这是一个电压放大器 电压放大器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是属于输出端 这是输入端这是输出端 那电压放大器的意思是说 我在输出端有一个电压降 然后在输出端它会有一个电压放大的效果 所以这边是一个电压控制电压源 这个VO是受到AVO的控制 同时我们在输入端这边有一个RI 然后输出端这边有一个RO 这个叫输入主抗 这个叫输出主抗 所以我们有定义一个叫做AVO AVO这是电压放大的倍率 那电压放大倍率的话 这个AVO的意思就是VO除以VI 那在什么样条件之下呢 在IO等于0 也就是说在output这边是断路的情况 不加任何负载是断路的情况 我们把它称之为AVO 那如果这个放大器前面加上了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你用戴维林等销电阻的话 它产生了一个交流电 有一个交流变化的一个讯号 然后这个本身有一个内阻叫RS 同时我在我的output端加一个负载RL 那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VI就会变成这个 它是RI加RS分之RI的VS 那VO就是这个RL除以RO加RL 就是VO是RL上面这个的压降 那你把它整个串起来 那你把它整个串起来 VO这个output这边在RL上面的压降 它会是这个VS 它们两个的关系的话 会是这三个元素就是AVO 还有RI和RO有关 RI和RO有关 那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都是小于1 这个放大倍率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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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的是说RI无穷大 因为RI无穷大的话 RS的效应几乎就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它的值就会很接近1 这个就会等于1 那RO等于0 就是这个output resistance 如果等于0的话 它这个放大倍率也几乎是等于1 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压降的结果 所以对于这个Voltage Amplified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的是去找 出RI跟RO 然后我们希望RI是无穷大 RO是0 然后当然我们也要算出它的所谓的AVO 这个叫做开回路的争议 O代表Open 这个叫做中文叫开回路争议 Open 开回路争议 开回路的电压争议 好 那如果是一个电流放大器呢 电流放大器就是说输入端 有一个电流叫II 这个是Input电流 然后输出端是一个IO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一个电流放大 A代表是放大倍率 I代表电流放大倍率 S代表Short 就是Link VO等于0 就是这时候呢 这边要短路 这边要短路 在算的时候这边要短路 OK 然后呢我们假设一样 在这个放大器的前端 用一个接上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呢 是一个诺顿 等效电路 就是有一个电流源 并一个电阻 然后输出端呢 加上一个负载电阻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II呢 I 它是 这个整个电流源 IS的分流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分流的话呢 流过II RI的这个电流 就是RI加RS分之RS 那IO的话呢 一样是分流 是RO加RL分之RO 就是流过RL的话 它的配比是RO这个电阻的主值 然后乘以AIS I 就是这个电流源 这个电流源 它的分压分流 IO的电流 所以你把这两个串起来的话 你就会得到IO Output的电流 跟这个Source这个电流呢 它们一样有这三个元素所构成 那就是A的IS电流放大倍率 还有RI 那这时候RI呢 要尽量让它等于0 RI等于0的话 这个就会很接近1 这个会很接近1 那RO呢 要尽量是无穷大 RO要无穷大 这要无穷大 RO 好 所以对于一个电流放大器来讲 这个Output Resistance 它必须是无穷大 Input Resistance 几乎要等于0 这样才可以避免压降 这是电流放大器 另外一种呢叫做Transcontactance Transcontactance的话就是说 我Input端是一个电阻 它上面有个压降叫VI 然后我这边的电流 是受到这个输入端的电压所控制 就是GMVI 那这个我们这就是我们BJD的模型 我们BJD有这样的一个模型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d 好 这个GM就是IO除以VI 所以就是这个IO 就是这个电流源 除以VI 然后呢 当VO等于0 就是这里要短路的时候 这里要短路的时候 这是GM 那当一样在输入端接入了一个讯号源 然后输入端接上了一个负载电阻之后 那么你就会得到这个VI跟VS的关系 有一个分压 然后IO跟这个GMVI这个电流 本身有一个分流的公式 那IO跟VS的关系呢 就可以找出来 他们一样是这个关系是受到这个GM 还有RI、RO所影响 所以这个idea case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希望说RI是无穷大 因为无穷大的话 它会是等于1 那RO呢 也是希望它是无穷大 这个fundability也是等于1 好 另外最后一个呢 叫做Trans-Resistance Amplified 好 那Trans-Resistance Amplified 就是说VO跟这个VO是一个电压 那Input是一个电流 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电阻一样 那它的模型呢 就是这里的电压源VO VO是这个电流乘一个RM 这样的一个放大倍率 那这里是RI 那这是RO 同样的在接这个讯号源的时候 这里接的是诺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Input Input本身你在乎的是电流的话 这边接的就是一个诺顿的等效电路 如果是电压的话 这里就是 这边就是一个串联的一个RL OK 那你去分析整体的电路的话 这个II 就是IS的分流 然后VO就是RO跟RL的分压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VO跟IS之间的关系是 就是这三个元素 那理想的Case的话就是 这个RI等于0 等于0的话就接近1 然后RO也等于0 等于0的话就接近1 就不会有压降 好从上面这四个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这个输入主看RI跟RO 其实对放大器的性能的影响还蛮严重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放大倍率 本身它的大小也是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整个整体放大器 它的一个放大的倍率 所以其实我们在分析这个电晶体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要算输入主看RI 输入主看RO 还有相关的这些放大的参数 好那输入主看怎么算呢 这其实在Smith那本书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首先呢你会看到一个叫做RI 就是下标是IN 那这个RI的意思就是我给这个输入端一个输入电压 不是跟Source无关 就是把这个移除 把这个我们叫做感测的讯号源把它移除 从这边直接看进去 看了放大器进去 这叫RI 然后就给它一个VI 然后去量它的II 就是VI除以II 这是我们在定义的RI 那如果说它的下标不是IN 不是IN 而是单纯I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让RL无穷大 就是把RL视为段路 就是不看RL的效应 那这样的东西叫做RI 那比较白话一点讲就是说RIN的话 RING的话要考虑RL 这个会考虑RL的影响 那RI的话是不考虑RL 因为它断路了嘛 所以你就不考虑RL RIN会考虑RL 考虑负载 RI不考虑负载 好 那输出储抗呢 是这样子 如果是RO RO的定义就是说 我在INPUT端 我输入了一个叫做VX的电压 然后去量它的电流IX 那同时呢 我令输入电压VI等于0 那这样算出来的主抗叫做RO OK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ROUT OUT 那这个呢 就是它会连这个RSIGNAL 就是它的这个接到放大器的那个讯号源 它的内阻叫RSIGNAL 它会一起看 所以ROUT是什么 是我在这边接一个电压源 OUTPUT端接一个电压源叫VX 然后去量它的电流IX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在这个讯号源等于0 本来应该这里是一个讯号源叫VSIGNAL 那因为等于0嘛 所以就是短路 这里就短路 好 白话 白话一点讲 就是说ROUT会考虑 要把RSIGNAL一起拿进来考虑 就是会把讯号源的内阻拿进来一起考虑 那RO呢 就是不考虑讯号源 的电阻 OK 好 所以这个几个标准的符号 一定要弄清楚 什么叫做RI 什么叫RI 什么叫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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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从刚刚的东西来看的话 事实上呢 我们其实BJT 如果是把它用来做电压放大的话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要去找到电压放大倍率 就是AV跟AVO 然后呢 输入主抗的话呢 就是RI跟RE 输入主抗是RO跟RO 这是我们要去分析BJT 这个M profile 它的分析的目标 所以不管刚刚有讲到的 三个单元有讲到的 CAMON Emitter CAMON Base CAMON Corrector 这几个主抬它的电压放大器 我们其实就是要去算这些相关的参数出来